大家好,新华社报道 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 12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了视频会晤 中欧流导人共同宣布 如期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新华社也发了通稿 习近平强调中欧投资协议展现了中方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路 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 更有利的制度保障 更光明的合作前景 习近平也强调中欧投资协定 将有力拉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 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便利 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 为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 做出中欧两大市场的重要贡献 那这次呢 中欧这个谈判有很多细节 其实也公布了啊 之前呢 有很多说法 我呢 得到一些资料啊 给大家讲讲中欧谈判里边啊 这公开的啊 公开的内容 这个现在很多国内呢 并没有介绍这个中欧谈判里边的一些细节 那为什么能谈成 那首先呢 欧洲委员会啊 相关的一些网站呢 对相关的中国和这个欧盟之间这个投资协议啊 内容进行了一个披露啊 他说呢 经过过去几个月的深入讨论啊 还有过去几周的具体发展 中方已就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三大啊 谈判支柱 做出了必要啊 实质性的承诺 谈判的结果呢 是中国与第三方达成的最宏大的成果 该官员接着补充说啊 报道指圣诞节前不久啊 其实美国的这个拜登团队啊 进行了一次极不寻常的干预 通过是下届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啊 通过他来干预 苏利文表示啊 愿意欧方在对华经贸政策上进行协调 其实来阻止这个谈判 这个谈判里边涉及到很多中国的这个内政问题啊 比如说香港和新疆问题 不少欧洲议员啊 对香港和新疆问题表示担忧 特别是啊 涉及新疆维吾尔啊 穆斯林的强迫劳动问题 这个强迫劳动问题 这一次中欧这个谈判里边也提到了 嗯 中国其实也是做出让步了啊 我给大家这个报个光啊 中国是让步的啊 双方最终达成的这个投资协定 一度因此遭遇了阻碍啊 但被派出游说的媒体啊 通过该欧盟委员会官员得到的消息指啊 根据该协议 中国呢首次同意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条款 包括与环境和气候有关的条款 如执行巴黎协定 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和劳工问题 中国做出了让步啊 这些规则 要像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样 有一个透明的执行机制 所以这是中国做出的让步啊 报道指呢 欧洲官员强调啊 中方同意持续不断的努力争取批准 国际劳工组织的两项基本国际法 叫强迫劳动公约 和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这是一个重要的承诺啊 同时呢 这并不抹杀欧盟制定自主措施 打击强迫劳动的必要性 该官员说啊 此前法国曾威胁说 如果不解决强迫劳动问题 将阻止投资协议的批准 就在新疆问题上 对吧 要与中国进行这个谈判 如果不解决强迫劳动问题 新疆这个问题 中国最后还是做出让步啊 那说中国呢 其实你从这事上可以看啊 其实中国是有意要签署的 并没有什么阻碍 最后也是达成了 另外呢 我想跟大家讲啊 其实中国呢 同意啊 同意在劳工问题上啊 持续的解决劳工问题 但是其实欧盟也是有让步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欧盟和越南曾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越南的这个强迫劳动问题也被提出来 越南也有强迫劳动问题 而欧盟对越南当时签署的这个贸易协议里边是规定时间的 你到多少多少年啊 多少年以后你必须达到 必须完成 而这一次和中国签署的这个贸易协议没有时间规定 中国只是说我会持续的改善 具体什么时间没有规定 那你看就比越南来说欧盟也让步了 中国呢也让步了 你看懂这里边逻辑没有 这我给你说清楚吧 越南是没有让步的 你把越南时间规定了 你到多少年以后必须执行 必须完成 越南就只能签 而这个呢 中国呢 中国也是口头答应 我会持续改善 但是没有时间限制 而没有时间限制呢 那等于说法国呀 他不也让步了吗 他没有像越南一样直接限制的时间 你看这个谈判就是这样啊 谈判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 双方都在妥协 我今天跟你应该讲清楚了 那这个中欧贸易投资协议啊 那将取消某些欧盟行业中啊 这个外国投资壁垒 所以这是对中国有利的 为什么跟欧盟要签这个 签署以后啊 欧盟某些行业对外国资本的壁垒 特别针对中国的将消除 那扩大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渠道 相互的 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 特别欧盟的企业进入中国 渠道也会增多 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云端服务 新能源汽车 金融服务 医疗健康行业的 这个欧洲的强项 金融 欧洲的这些金融公司 银行啊 可能到中国有业务发展了 所以这个是中国金融开放吧 我觉得是第一步啊 没有向美国开放 向欧盟开放 互惠互利嘛 那么 那么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啊 欧中全面投资协议将是第一个 兑现国有企业行为义务和补贴全面透明规则的协议 说这么拗口啊 其实什么意思 就是针对双方的国家补贴 有一个更加透明的监管机制 这是首次啊 中方同意 继续致力于争取批准国际劳工组织 针对强迫劳动的基本工业 但是没有列出时间表 跟越南之前是有时间表 所以这个是中国一个胜利啊 我觉得 也妥协 但是呢 其实法国也是妥协了 没有列时间表 那么我个人觉得 其实中国做出了很多承诺啊 做出了很多承诺 是中国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主动啊 主动行为 就说明中国其实是 愿意跟欧洲签署这个投资协议 另外欧洲呢 其实你可以看 他也降低了身段 对吧 不像跟越南 对吧 他没有做的那么死 只是让你保证你能改善 但是并没有规定那么死的时间 所以这点上看 我觉得欧盟 也是急于跟中国签 背后其实就是美国 有些人说 那这个协议到底谁赢谁输了 谁占便宜了 我呢 有个人的看法 我最后啊 说说我个人看法 多的不讲 就是咱讲这两个市场 中国市场封闭还是开放 欧盟的市场 开放还是封闭 你自己想一想 那你中国进入一个开放的市场 有了更多的特权 自由竞争的时候 至少比日本韩国的公司 或者比什么其他的 东南亚的公司 没有跟欧盟签署 这个投资协议的公司 这些国家的公司 你要自由的多 你在一个自由市场上 你自由的多 而中国呢 中国这个市场 其实是封闭性的 中国市场并没有能开放 特别像金融领域 那在一个 非常封闭的一个市场里边 对欧盟开放了一些 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所以你看这一点上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 进入了欧盟以后 可以发挥的更好 而且是有这个条约保护 欧盟呢 进入了中国这个封闭的市场呢 中国对中国的冲击 也是有限 因为中国的市场 并不是完全开放 对吧 可以保证欧盟的利益 但是呢 也不至于会影响到 中国的发展 所以你看这个事上 我个人认为 对中国呢 和欧洲都是有好处 所以双方才签署这个协议 你记住啊 这个协议如果是 任何一方都觉得吃亏了 就不会在上面签字 双方都在上面签字 说明什么 双方都可以达到 自己想要的 共赢吧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呢 我觉得 中国是占了便宜的 马中